大家好 我是阿等 今天和大家分享新闻服务端安装 视频中会和大家演示四种不同的安装方式 分别是一键脚本 Docker容器 下载二进制文件 以及通过圆码编译安装 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安装方式 OK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还没订阅的点一下订阅 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 也麻烦给视频点个赞 谢谢你们 我这里已经连接上服务器了 视频会通过SendOSG9和大家演示 其他发行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首先看一下文件目录规划 组成序会安装到USRB目录下面 工作目录是WallibSyncboard 配置目录是ETC Syncboard 服务文件的路径是ETC System Team System Syncboard Service OK 首先介绍适合新手朋友的安装方式 通过脚本使用软件包安装 这里的脚本是官方提供的脚本 本质是通过软件包来安装的 安装后就可以直接通过System Team 来管理Syncboard 大家选择适合自己发行版的脚本命令就可以 我这里是CenterOS 复制命令 回到终端 先切换道路的用户 粘贴命令回车执行 OK 基本上几秒就安装好了 这是最快的安装方式 安装完之后 使用Syncboard 握审命令查看Syncboard的版本信息 安装的是最新的release版本 接下来启动Syncboard 启动成功后查看Syncboard的状态 OK 已经运行成功 如果你要卸载Syncboard 也可以使用下面提供的命令 如果你想保留配置文件 记得删除对应的参数 OK 把命令拷贝下来 粘贴到终端回车执行 这样就可以把Syncboard卸载了 接下来看一下方式二 通过Docker来安装Syncboard 这种方式同样比较适合新手朋友 Docker容器会把配置目录映射到 宿主机的ETCSyncboard目录下 首先第一步你需要先安装Docker 我这里就用官方的一线脚本安装 其他的安装方法你可以点击视频 右上方的链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把命令拷贝下来 粘贴到终端回车执行 OK 已经安装好了 接下来启动Docker 然后新建一个Docker Combo.yaml配置文件 最后使用Docker Combo 查看容器的列表 可以看到Syncboard容器已经正在运行 你可以使用Docker Combo Locker Scan F5命令查看日志 卸载也很简单 直接使用Docker Combo 单命令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配置文件也给删除 接下来看一下第三种安装方式 通过下载二进制文件安装 这种方式比较适合有一点经验的劳索 首先打开官方仓库的Rulis页面 然后下载符合你服务器架构的压缩包 我这里提供了简化的命令下载 首先配置零食的环境变量 指定需要安装的版本号 你可以查看Rulis页面 获取你需要下载的版本号 然后设置你的服务器架构 当然如果你的服务器不支持 控制台就会输出这句话 下面就不用继续下去了 把命令拷贝下来 回到终端粘贴纸型 可以看到 我这里的服务器架构是AMP64 接下来拷贝下载命令 下载压缩包 下载完成之后通过解压命令解压 查看一下文件列表 第四步 将可执行文件移动到ESR并目录下 你也可以把不需要的文件给删除了 接下来创建配置目录以及基本的配置文件 还需要手动配置系统服务文件 直接把命令拷贝过来执行就可以了 执行完之后 通过系统执行控制定门录路命令刷新配置 OK 操作完以上步骤之后 你就可以启动Sinkbox了 通过系统执行控制定门录运动Sinkbox 再来查看Sinkbox的状态 OK 没有问题 查看一下Sinkbox的版本 版本号也是我刚刚指定的版本 如果你要卸载也可以使用我这里提供的命令 OK最后看一下通过圆码来编译安装 这种方式适合有定制需求的朋友 例如想要构建模样不是带的模块 像grpc以及v2ray API模块模样都是没有的 第一步你需要安装go圆环境 如果你要构建最新的版本 至少go的版本是要在1.20以上的版本 我这里提供了下载解压的命令 通过wget命令下载 -p参数指定保存的目录 然后通过他命令解压 -c参数指定解压的路径 把命令拷贝下来 回到终端粘贴执行 下载解压完之后 你需要配置go语言的环境变量 同样把命令拷贝下来 回到终端执行 现在go语言就已经安装好了 通过go version命令验证 如果你控制台输出go的版本号 就代表已经安装好了 第二步克隆Syncboard的圆码 这里的命令是克隆到opt目录下 圆码下载来之后 就可以构建Syncboard的二进制文件了 首先进入到圆码目录 然后通过go build命令构建 这里可以指定需要构建的模块 最后将二进制文件移动到usrbin目录下 可以看到我最后是把grpc和v2rayAPI模块 它也编译进去了 把命令拷贝下来 粘贴到终端回车执行 构建需要一到两分钟 具体要看你机器的性能 OK已经构建好了 接下来通过Syncboard Watson命令 查看一下构建的Syncboard版本信息 一般情况最新的圆码都是没有版本号的 下面这里标签也会多了grpc和v2rayAPI 接下来和上面的二进制安装方式一样 同样是创建配置目录和基本的配置文件 配置系统服务文件 刷新服务配置 启动Syncboard 查看启动状态 OK没有问题 这里也提供了卸载的命令 最后是Syncboard服务管理的相关命令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就不再也是了 OK今天要分享内容已经全部讲完 没有订阅的点一下订阅 对你有帮助也麻烦给视频点个赞 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